当天夜晚之时 Facebook上有个名为 Patricio Toroza的账号 上传了这个恐怖的视频 能看到这是翻拍 某个地区的监控录像 屏幕中显示在夜晚时的游乐园 当时空无一人 诡异的是秋千 开始自己摇晃起来 而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 其中一个看着屏幕的人 更指出秋千处出现不寻常的影子 YouTube上有个名为 Tio O'Cross的频道 也上传了相似的视频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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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Si lo frenas Qué pasa 是嗎? 是嗎? 一对情侣在经过游乐园时 注意到秋千自己在晃动 于是他们走进查看 女子更出手 强制停止秋千晃动 之后他们同时感觉到附近有东西 而诡异的是 在无风的游乐园里 竟然会突然落下树叶 YouTube上有个名为K.Sutton的频道 也上传了类似的视频 I don't know why.I haven't touched it.I haven't touched it.I've just been checking the surf and just noticed it just continues to go back and forwards. A little bit of an Salut.I think it's exact.The right one is still.I'm still right.The right one is still. Its a little bit larry. 一名男子注意到 一个设施自己在摇动 刚开始他觉得这设施 摇动一段时间后 会自己停下 可他等了五分钟 这设施一直摇晃 没有停下来的预兆 而另一边 一个名为马尼人家 Patoria的YouTube频道 也同样上传了相似的视频 这是印度某个地区里的游乐园 能看到秋千 自己先小幅度的摇摆 之后像失控式的激烈晃动起来 难道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又或许有其他的鬼魂在恶作剧呢 Youtube上有个名为 Geeky Stuff的频道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这是关于男子 放置在儿童房间的监控录像 发现奇怪的东西 Hi guys I don't believe in ghosts at all I think it's absolute rubbish And all these orbs and energies And all that crap But I was filming on the dome camera A couple of days ago And I noticed something At the bottom Of my son's bed And I'll also include a little screenshot of it If I can And the picture But you can just see it Just there And the there Like that Now I thought When I got the notification That my son got out of bed And he was facing the camera And the bottom of the bed For that was his little face 男子用手机展示当时的监控录像 他将画面暂停 能看到关灯的房间内 有个小孩睡在床上 但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 床尾处 出现一张 像是小孩的脸 But then when you press play On the video Fly off See that Let's go back Play again Fly off Keep dragging it back You can see it So I've knocked I've got no idea What that is There's no No wind in there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 breeze It's uh The windows are all shut Looks a bit freaky doesn't it Look at it I just thought I'd show you that guys See if there's any People out there who actually believes in ghosts Or orbs Or any sort of type of energy What you think it might be Or might have been But I've not spotted anything Since 他起初还以为 是他儿子的脸 可当男子将视频播放时 那脸就飞走了 男子到现在还不明白 那个像小孩脸的是什么东西 欢迎收看VS Media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士友苏 我是瘋狗边 周一是周五,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夜,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bye bye 我学习你,我常活着 在你这边,我又让你也在祈福 我尽量一下 我一直在祈福 你到底是吗 有一个人吗 我会说了一句话 有一个人吗 不客气 夜晚的时候 男子到一处废斥的建筑探索 他探索一阵子后 就莫名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之后 男子听到建筑里有声音 于是开始查看周围 期间不时听到不明的噪音 男子探索房间时 经过一个柜子 可当男子走远时 柜子竟然自己向男子的方向动了起来 还有我觉得 原来我能够게到的 并没有未干问题 我能够发现到最后的 是这一场移民的 小丁被抓住 我无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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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墙上 Orm A-Sky 我居住在墙上或是在佛面上的 外面上的门麍 之後男子再次經過櫃子 當男子背著櫃子時,他又再次動起來 在這之後,男子聽到周圍傳來噪聲 他很肯定地往發出噪音的方向跑去 可當他來到目標房間時 裡面除了垃圾,並沒有人在 我會說 你會說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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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在那邊拍到我的眼睛 我只能在那邊拍到我的眼睛 阿尔 有声音 出门的房子 我都猜到你都猜到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男子接着探索建筑 突然周围传来某种音乐 男子立即顺着音乐的方向走去查 可当要靠近那音乐源头时 音乐又从另一个地方响起 男子试了几次 一直无法找到音乐的源头 在男子走楼梯时 还有东西朝他飞来 最后 男子意识到情况不妙 就立即离开建筑 Tito上有个名为 LQQTV的账号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当天夜晚之时 男子下班回到家 发现有个娃娃站在饭厅处 正当男子觉得很困惑时 娃娃自己缓缓地转向男子 他被这样的情况 吓得立即逃出房子 男子上了车 准备离开时 突然感觉到后座有东西 于是他开灯查看 当他一开灯 就看到房子里出现的娃娃 在后座 这让他吓得大叫起来 似乎男子去到哪 娃娃就会跟到哪 YouTube上有个名为 State Basement 89的频道 在2011年2月 上传了这个恐怖的视频 女子在她室友外出时 打开她的游戏机 玩了起来 并请朋友拍摄视频 打算在室友回来时 给她看 介意捉弄她 视频人看到女子 正在玩着 打鼓的游戏 朋友则在她后面拍摄她 在镜头经过门的瞬间 似乎记录到某样不寻常的东西 方伴视频人看到 门后有个身穿白胖的女子 站在那里 可一会当镜头 在转回门口处时 女子就消失不见了 就有网友觉得 那女子不是人 而是女鬼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天马神空 我们下集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